现在7月份来说的话 Omicron BA.5这个部分 它占了全确诊者的大概56.3% 所以基本上一半的人都是新型的变种病毒 那政府这个部分 它基本上还是没有封锁 就是来自海外的旅客或者是访客 Omicron亚型变异株BA.5快速侵袭各国 南韩在27号单日确诊数狂飙破10万例 上次超过10万已经是4月份的事情 也因为BA.5扩散威力太强 南韩不得不再度收紧入境检疫政策 入境旅扣的PCR检测原本是3天72小时内做完 从7月25号开始缩短成入境24小时内 就得接受PCR筛检 直到阴性结果出炉前都必须在住处内等待 现在的全跌诊水源来到1944万人 那韩国有5000多万人 那已经接近三分快三分之一 所以大家比较无感是事实 室外的空间就是可以开放式的不戴口罩 因为它是公共场所 那在室内这种比较密闭的空间是要戴口罩的 除非你吃饭的时候才会脱下口罩 像是年轻的族群可能就不会戴的会大一点 可是像我们家里有小孩 那我们就是自己会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所以我们是一定会戴 在南韩的台湾人说 其实当地很多民众对疫情越来越习惯 而新冠疫情影响全世界第三年了 不少台湾人都很想出国玩 有些民众期待入境检疫 能从三加四改为零加七 对因应一席的旅行社来说 当然也期盼着 但不只是改成零加七这么简单 我觉得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 现在是旅行社是不能够组团的 也就是说我不能够组团出国 你要参加团体旅游 我们会帮你保一个旅则险 这个里面有一块叫做旅游不便险 好我们过去你在出国的时候 你碰到台风 你要滞留对不对 那个费用住宿费用 吃饮食的费用 其实旅客并没有付 都是旅游社付的 旅游社哪有那么多钱可以支付 当然这个是要 透过保险的方式去分担这个风险 但这一块以后 他们现在在酝酿 很快就要把这个 因为检疫 你在那边检疫被滞留下来 这一块他要帮助当做除外 也就是说这一个部分他是不保的 产品工会已经在说 要把这块拉掉了 把旅客带出国完就得确保他安全 但保险若不给付 旅行社经营风险变很大 尤其对中小型业者来说 而台湾即将面对 BA.5海啸来袭 有医师就觉得 别急着对所有国家的人都开放 零加七 面对大流行的高风险国家 防疫地更严格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开放的 互助一些调控 能够让我们这个点四点五的疫情 越慢来的时候 其实对大家的效益 对大家的这个是更安全的 因为我们有更多充裕的时间 让我们的小朋友 打完这个第二剂的接种 然后呢 开放第四剂接种 也有更多的人 可以去完成第四剂的接种 新冠病毒对全世界带来巨变 有些人在疫情中 失去了生命家人或工作 虽然大家都想恢复以往生活 但与病毒共存 其实是一个新生活考验 不退缩也不照进 找到那个适合台湾的平衡点 TVBS新闻 柯盛雄王一杰看不到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